I official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to b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有关注美国选举的朋友相信都对他不陌生 特朗普的搭档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 Vance-Wance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we're going to do it by electing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主于80后的年轻副总统候选人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听着一本自传打响名堂 不过当时身为一名特朗普坚定反对者的他 竟然也意外因为这本书将特朗普送入了白宫 I'm a never Trump guy I never liked him 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厌恶特朗普的万斯 如今竟成了特朗普的左右手 Let's get Donald J. Trump back in the White House 这位出生在美国底层蓝领阶级的平民 又是如何逆袭成为精英和政客的呢 说到万斯就不得不提起他的自传成名作《乡下人的悲歌》 2016年出版 4年后被拍成电影《一览万斯》戏剧化的童年 以及他跃升精英阶级的故事 出场在美国经济衰弱的铁锈带 乡下人万斯在当时钢铁工业已经没落的时代背景之下 过着窘迫和艰辛的童年 那这里的乡下人指的是跟万斯一样 从阿巴拉契亚山区迁移到铁锈带的移民 也就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 离异的父母和嗜毒成瘾的母亲 让万斯的童年充满动荡 不过亲亲身边还有外公外婆 为他的破碎童年带来一丝曙光 后来顺利从精英学府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他 后来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视野 也因此催生了自己的这本自传 从精英角度反思 并诉说了美国底层白人群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当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正值特朗普在政治上崛起的时候 是那个特朗普在选举中打败希拉里成为美国总统的2016年 媒体分析认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万斯乡下人的杯葛书写的 正是精英们很少主动去接触 甚至不了解的美国底层白人群体 在民主党所谓的平等政策之下 有色人拥有各多的发展空间 但底层白人却在无形之中沦为牺牲品 正是这群长期被边缘的沉默大多数 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 话虽然这样说 但在那个时候 万斯还是never trump guy反对特朗普的 他曾经多次公开表明自己不支持特朗普的立场 甚至将特朗普形容成是 白痴 文化海洛因以及美国希特勒等等 不过后来的他好像也迷上了这个海洛因 这个希特勒 事情在2018年迎来180度转变 万斯在特朗普针对边境隔离墙建设 保护本土制造业 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冷漠态度等等措施 两人还是搭上线click到了 原本从事风险投资事务 以及在商业界打滚的万斯 2021年首次涉足政坛 并在共和党旗帜下 参加加乡俄亥俄参议员选举 加入到特朗普阵营 万斯除了为过往批评特朗普的言论道歉之外 更积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 最终成功在特朗普的加持下当选俄州参议员 据说双方和解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是拜倒在万斯自传的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 使他为万斯和父亲牵线 积极游说父亲将万斯纳入囊中 至于万斯如何杀出重围 成功被推上副总统候选人的宝座呢 媒体分析认为 这是基于万斯屡次公开对特朗普 表示绝对忠诚 而且在对抗现有机构和挑战全球体系方面 他跟特朗普有着同样的激情和冲动 特朗普想当一个年轻版特朗普的伯乐 这也不难理解 美国总统拜登更曾经将万斯形容成是 特朗普的克隆人 如果要说这位年轻版特朗普的经典语录 少不了万斯团队炒作 并且被特朗普借去用 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上抛出的 那句移民会吃掉宠物猫狗的言论 这个争议性言论的始作勇者 就是万斯本人 另外万斯在2021年嘲讽贺景丽是 无子女猫女士 讽刺她没有亲生子女 后来美国乐坛天后 Teller Swift表态支持贺景丽时 也趁机署名 让万斯这个言论再一次发酵 借此激起女性的不满 从原本大肆批评特朗普到成为特朗普2.0 万斯能否创造历史 与特朗普当选美国史上年龄差距最大的正副总统呢 乡下人万斯成为特朗普的左右手之后 乡下人就不会有杯葛了吗 你又是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继续认识美国总统大选多一点